美国又发生空中惊魂 22号一架从华盛顿州飞往旧金山的班机 中途是被迫转将波特兰 全部都是因为坐在驾驶舱额外座位上的修班飞行员 当时是试图要关掉引擎 所幸他被机组人员及时制服 飞机最后有安全降落了 而这名飞行员立刻遭到逮捕 被控了83项企图谋杀罪 美国最近发生一起离奇的空中惊魂 由地平线航空实际承认的阿拉斯加航空编号2059班机 22号下午5点23分从华盛顿州的埃佛雷特起飞 原本要飞往旧金山 没想到飞行途中坐在驾驶舱额外座位上的修班飞行员 居然试图透过灭火系统关掉引擎 这名闹事飞行员随后被制服 带出了驾驶舱 机长则决定转将奥勒刚的波特兰 降落后这位今年44岁的闹事飞行员遭到逮捕 他被控犯下83项企图谋杀罪跟危害飞行安全罪 他的邻居得知消息后惊讶万分 阿拉斯加航空23号表示 多亏了机长跟副机长的机警反应 飞机引擎并未丧失动力 所有乘客也乘坐稍后的航班飞抵救金山 联邦调查局则已经介入调查 要厘清犯案动机 无联者编译